眼睛长睁眼下眼皮变得又红又肿又很痒 另一只眼睛还长出白白浓包 眨个眼睛就痛到不行 睁眼的患者有没有增加 差不多增加了两三成 吃燥热的东西比较多 像最近的芒果啊 荔枝啊 这种问诊中病人吃的比例还蛮高的 芒果和荔枝香甜多汁 加上今年夏天盛产价格便宜 忍不住让人一口接一口 但医生说芒果和荔枝是属于燥热水果 而且甜分很高 吃太多了 很容易诱发睁眼 原则上还是少吃为妙啦 前仓即止 那我们建议说荔枝一天大概就十颗以内嘛 芒果的话就是大概一颗 我想差不多了 主要原因是夏天炎热 人体分泌较多油脂 尤其眼碱容易囤积脂肪 导致皮脂腺阻塞就容易罹患睁眼 特别是油性皮肤 常熬夜戴隐形眼镜 常化眼影接假睫毛的人 医生建议 感觉眼睛出现肿胀感 可以用热毛巾敷衍 让封闭的皮脂腺打开 减低睁眼形成的机会